不要說是義務役了 還有就是志願役 現在都是什麼兵力不足吧 所以這個算不算是一個正確的方法 這個是讓你有當不完的兵嘛 恐怕很多年輕人 現在想的都覺得可怕吧 委員 一個在軍隊裡面有犯錯誤 不應該關警閉而延後退役 那暫且不敢法律問題 你覺得這樣是一個合格的軍人 適合的軍人嘛 很簡單嘛 軍人上戰場 不是有人上戰場就好 還要合格的軍人 當你訓練不合格 心理素質不合格 在現代化戰爭 你只要看看以色列 烏克蘭 俄羅斯 你就知道 這是一個高強度的極限運動 當他心裡不願意當兵 你弄他當兵 在戰場上 他搞不好拿槍回來給你一槍 那你的指揮官就掛掉 這不是沒有發生過的 俄羅斯軍隊發生 那個烏克蘭軍隊也發生 而且更多 為什麼 他不想當兵嘛 那手機武器給他 你叫他去 還延長疫情 他不給你兩槍就完 連俄羅斯的合同兵都要求到什麼程度 他們通常打六個月 就是你就服過兵役的那種 那種義務役的回過來再當兵 變成合同兵 打六個月準時讓你退 下一次再來都可以 但是從來不敢 這是為什麼俄羅斯上次在北部的地方打輸的原因 因為合同沒有退掉了 沒有兵 剛好一個親黃不接啊 可是 你說他是威權政府 威權總統 人家是遵守到這個地步 你很簡單 你多言一天 他心裡不甘 他就不打仗 反而會出大事 所以合作為這個方法 不是好方法 再來 有七成的人願意為台灣打仗 也就是為台灣當兵 那只有三成的人 那為什麼這三成的人都在民進黨呢 不打 我看 這個林非凡 一個啊 這個陳柏惟 一個啊 林常佐一個啊 竹帆不及被宅 怎麼那麼巧都在你們那邊 那國民黨立法委員議員 比如說徐庭 隨便一抓不到當兵啊 怎麼那麼奇怪 怎麼不當兵跑到國民黨 不當兵跑去民進黨 要當兵跑到國民黨 那這怎麼回事啊 所以喔 所以民進黨的內部 怎麼那麼抽到那個三成的 很怪吧 我跟你講 心理學上有一種叫做 自我誇大效應 有人叫什麼鄧肯 什麼什麼效應 名字 他就是說 他害怕人家說他諾諾 他害怕人家說他不夠偉大 所以在被問的時候 一定會誇大自己 這種心理素質 會有啊 理由很簡單 你看看烏克蘭 當時問說街頭說 要不要烏克蘭這樣 九成九 結果最後抓兵 跑到夜市去抓 跑到學校去抓 跑到街頭上 看年輕人去抓 甚至於最後考試成績 後半段通通抓 不是很好笑 為什麼 怎麼前面不講了呢 講說九成九 怎麼到處要真的打仗 找不到人呢 那個叫做 自我的誇大效應 被問了一件事情 真的想做 不會去做 因為他如果不這樣回答的話 他的心理上 會覺得自己不夠偉大 會被幹的懦弱 害怕這樣被指責懦弱 所以感覺誇大自己勇敢 台灣人 那位所謂的美國的 台裔的空軍上位 前上或前幾米 他發表這個 當地球隊台灣 是一個台獨人士 在美國所成立的智庫 就對起來了 他是一個台獨的智庫 百分之百 是台獨集團 什麼發法這些 出錢捐款所成立的 那他的目的要是 養很多的美國人 比如退休的什麼 那個什麼 美國全國 歐巴蘭那些 是他們當顧問 用錢把他供著 那反正他們要做很多研究計劃 蔡政府就給他研究計劃 那還怕沒有錢嗎 許婷 你們國民黨太幼稚 都不曉得你們 怎麼玩這種遊戲 你們馬英九不沾鍋 人家東東沾 對不對 這個是很有名的 台獨制 不要以為前面叫華盛頓 以為是美國人開的 不是 百分之百是台獨分子開的 只有美國級的台獨分子 他是美國級 他要自稱自己台灣人 他只是有一個辦公室 是在華盛頓 不不不 他很大的研究機構 他裡面有 差不多有五十個到將近 五十個以上的研究人員 色彩鮮明的資格 色彩鮮明 很多錢 他好像創立基金 就兩億美金 對 很大很大 他原來有幾個醫生 捐了很多錢 幾千萬 成立的時候 幾個醫生捐了 對 所以會做這種研究報告 我不稀奇 他來做大內宣 只是騙台灣人 以為這是美國人做的 那我再跟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你如果是有七十個 不算因為台灣打仗 那什麼軍隊招不到兵 這現在不一致嘛 這叫自我誇大效應 就更明顯了 你我講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什麼叫做台灣人 一九四三年的時候 日本人在台灣 要找臺籍志願兵的時候 要一千個人 第一次 第一梯式多少台灣人報名 四十萬 第二梯式也是一千個人 台灣人多少人報名 六十萬 到了第三梯式 又要找一千五個 七十萬人報名 日本人很開心 那我總可以開始實施徵兵 台灣人台灣年輕人 湊一湊也不過一百萬而已 能當面不過一百萬 那時候人口不多 那人口才三百萬而已 不到四百萬 頂多就四百萬 就能打仗的年輕人 不過一百萬 就七十萬人報名 他說都報名 那我徵兵走開 一徵兵大家都跑了 這是一個很有名的例子 那當然也有少數 像李登威 還割血書 還送錢給日本人 我要當兵 後來日本人看到捐了很多錢 就給他當少尉 那不讓他派到前線去 還把他派到日本什麼 高砲部隊去 所以你要知道說 這個是人性很複雜的一面 沒有上戰場的每個人都 哎呀應該不會發生戰爭嘛 那戰爭真的開打了以後 應該輪不到我上戰場嘛 那如果問到你 要不要上戰場 我要我勇敢我上戰場 就是重德性 就真的是這樣子 舉個例子 也不要講說台灣人的重點 當時在抗戰時期有一種情形 那個很多學生跑去包圍蔣介石 在南京的總統府 為什麼不抗日 為什麼不抗日 那蔣介石就說 哎呀我們現在軍官太少 接見他學生代表 那這樣子 你們好幾千個人來 那我接待你們 跟你們講話 這樣子我們缺兵 我們真的抗戰一下子 太準備不夠 太困難了 那這樣可不可以 明天你們到那個 這個什麼軍隊的軍營裡面 來報到 後面跟說我們要去 我們要去 為愛國愛打日本 第二天到第十天 沒有一個人去報名 這就是現實 現實問題 真的要打仗了的話 誰願意 都跑光了 現在是沒事 沒事要接受訪問 而且兩岸戰爭 又不像烏克蘭那種戰爭 又不像 沒有民族衝突 沒有宗教衝突 那簡單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不認為投降了十趴 七十五趴都會投降 我跟你講 包括國軍九成都會投降 打不贏 這個以前在國共內戰 國民黨這軍隊講說 哎呀我們多少 私機部隊被接免 其實不是 都換成共軍的衣服 這個才是事實 所以蔡委員 你這樣講 讓我想說 那所以臺灣人是怎樣 臺灣人也是非常的什麼 非常的能夠認清現實 認清現實 因為什麼 因為解放軍 跟臺灣的國軍之間的關係 跟其他地方不一樣 只要你講說 哎你放下武器啊 你來薪水照零啊 不是還有重點啊 我們又不像是這個烏克蘭 它是那個大陸型的 我們是四面環海 請問一下那你要怎麼樣打 我最近試了一個東西 真的很有用啊 所以要分享給大家 那就是太陽星全校克菲爾 易生菌 吃了兩三天 真的有明顯的感覺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質變好囉 那你知道這個睡得好呢 整個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專注 當然情緒也就變得更好了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 易生菌 我才認識了這個克菲爾 易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易生菌所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夠維護消化道機能的正常運作 而且呢 還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強大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禮物 而你知道嗎 有上千篇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易生菌 不僅是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的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總的平衡 這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於幫助睡眠 維持好情緒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 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們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易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輕輕鬆鬆 沒有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Go為健康下單 也記得輸入推薦碼 有額外的折扣喔 好樂 好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